大家好,我是娟茉莉 雪莉和茶叶都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两种食材 没想到,把这两种看似简单的食材搭配在一起 作用竟然这么厉害,知道的人并不多 好处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 尤其是在这寒冷的冬天 很多朋友都不怎么喜欢运动 久而久之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笨拙了 当你把这个视频看完之后,你就赚到了 比你中500万彩票还更值 同时记得点赞关注留言 并且转发出去 这样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好了,杂七杂八的话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要准备的食材就是一个雪莉 先要把它清洗一下 清水打湿表皮之后 再往上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然后再用我的左右手 把雪莉的表皮搓洗干净 大家都知道,很多商家 为了能更好的售卖 都会往上面打上一层果辣 这层果辣吃着对身体非常的不好 所以呢,我们在使用之前 一定要用食盐把它搓洗一遍 这样我们吃到肚子里面也比较放心健康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 并从口入 既然这样说,肯定有它一定的道理 而食盐具有颗粒性 它的摩擦能力也非常的强 还能起到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 因此不管是吃梨子还是苹果 或者是其他带皮一起吃的水果 都要用食盐来搓洗 这才是最好的健康吃法 搓洗好之后 再用清水把它冲洗两遍就可以了 冲洗掉上面的灰尘和杂质 以及残留的盐粉 这时你们可以睁大眼睛看一下 这样清洗过后的雪莉表皮 就特别的干净了 清清爽爽的 所以连皮一起食用 一点问题都没有 接下来再把洗干净的雪莉 对半切开 一分为二 再切成四小份 然后再把雪莉中间的硬心 切却不要 最后再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子 尽量稍微切的厚一些 要不然一下子就煮烂了 吃着口感十分的不好 雪莉是一种水分比较充足 营养价值较高的水果 价格也是十分的亲民 所以才深受广大朋友都喜欢 而且它的口感吃起来 也是汁水丰富 清脆爽口又清甜 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生活中有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 都是直接喜欢把梨皮给削掉 殊不知 梨皮的营养价值也是蛮高的 所以最好连皮一起食用 切好之后 先装入碗中备用 而茶叶也是我们生活中 比较常见的一种食材 它也是一种健康的饮品 有绿茶 红茶 乌龙茶 茶叶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 蛋白质氨基酸 以及维生素 糖类等多种营养成分 所以说适量地喝上一些茶叶泡水 对身体的好处还是蛮多的 再准备小把茶叶放入碗中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茶叶稍微地清洗一下 洗去表面的一些灰尘和杂质 这样吃着也比较放心健康 茶叶是用来招待客人 最常见 最普通 又是最好礼仪的一种好食材 淘洗干净之后 再把它控水捞出 装入碗中备用 最后再准备一股洗干净的生姜 先把它切成小段 然后再用刀给它拍扁 拍过之后的生姜 能更好地激发出里面的姜辣味 生姜的姜皮属于良性 姜肉属于热性 两者正好可以中和 所以最好连皮一起食用 营养才更加地丰富 最后拍成像我视频中这样子 稀巴烂就可以了 再把它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口锅 先把洗干净的茶叶和生姜倒进来 在这里大家千万要注意 不能用铁锅去煮 铁锅煮出来有骨铁锈味 可以用砂锅电锅或者是养生壶都可以 而且水的量也一次性要加够 中途不要再加水 要不然就会影响它的口感和作用 水加好之后再盖上盖子 开大火让它煮开 水开之后再转中小火 给它煮上8分钟左右 先把茶叶和生姜里面的营养成分 充分地煮出来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它一定的效果和作用 8分钟之后我们再打开盖子 一股浓浓地将茶香味迎面而来 哇 真的是太香了 整个厨房都散发着它们独特的香气 这时茶叶和生姜的营养成分 基本上已经全部的煮出来了 汤水的颜色一看就比之前深多了 金灿灿地看着就特别的好喝 亲爱的家人们点不点赞无所谓 只要我分享的视频能帮助到你们 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这两年以来 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紧跟着再用漏勺 把里面的残渣控水捞出来 尽量捞得干净一些 这样食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营养已经充分地溶解在水中了 因此就没必要再煮下去了 捞干净之后 再把切好的梨片倒进来 然后再用勺子给它搅动一下 使梨片受热更加地均匀 梨片下锅之后 继续给它煮上五分钟左右 把梨子煮熟 煮出里面的营养成分 让它和茶叶还有生姜的营养 均匀地融合在一起 五分钟之后 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雪梨果香味 还有茶叶和生姜的独特的香气 这时三种食材的营养成分 已经充分地融合在一起了 像这样一刀非常简单 营养又独特又好喝的 生姜雪梨茶叶水就这样做好了 把它稍微放凉之后 装入碗中就可以美美地开喝了 这样做的茶叶水做法虽然简单 可它的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 好处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 如果是晚上喝的话 那么就不要放生姜了 而且它的口感喝起来也是非常的独特 就像喝饮料一样的好喝 但是比饮料喝着更健康 既有雪梨的清甜 又有茶叶的清香 还有生姜的姜辣味 三种食材搭配在一起的口感 那真的是一个字 爽 也可以往里面加入一点蜂蜜 综合一下生姜的辣味 那样口感喝着就更好一些 不过蜂蜜不能温度过高的时候放 要不然就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 这样做的汤水每次饭前喝上一碗 这样你的主食就可以少吃一些 如果是饭后吃的话 还能挂有碱汁呢 真的是好处拿钱买不到 当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 肯定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收获 假如你也有同样的烦恼 那就赶紧点赞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